监控显示,8月16号的11点15分左右,亮亮正在一条泳道内游泳,身上并没有穿戴救生护具。 教练站在岸边对亮亮进行指导。 11点18分时,亮亮再次向泳池中间游去。 这时,岸边的教练并没有注意到亮亮的动作已经要比先前吃力许多。 随后,教练向游泳池的另一端走去。 11点19分,亮亮没能再次抓住漂浮的水线,开始溺水。 当时,有一个孩子从亮亮身边游过,也没有注意到发生了意外,而教练此时并没有察觉到水里的情况。 直到一位靠近亮亮的小朋友发现了异常紧急呼救,才引来了教练。 教练走近发现情况不对,跳入水中救起亮亮。 从亮亮溺水到被救出,时间过去了两分多钟。